歡迎收看大耳花枝冷嗖嗖的北風吹起來之後 各地就陸續進入了製作臘肉的季節 阿倫你自己喜歡吃臘肉嗎 還蠻喜歡的 你不是常叫我鮮臘肉嗎 玩笑話你怎麼會當真 其實臘味有千年的歷史 在廣東四川還有湖南 他臘味的製成跟料理各有特色 今天我們就邀請非常會說味道的美食家黃學正 帶大家一起品嘗各地的臘味美食 學生你好 大家好 臘座的歷史其實聽起來已經很長了 但是這個臘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意思呢 學生 人類的歷史 對於臘這個東西已經老到追不到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打獵 對 對不對 怕辣 臘語不這樣講嗎 但是呢 辣這個字啊 你往回去找字典裡面曾經有記錄 我們這樣辣呢 基本上就是冬至後的八天 冬至後八天 冬至就是晚上最長的嘛 對不對 那但是冬至後八天呢 辣你仔細去看它有一半是打獵的獵 對啊 對不對 對有漁網啊有有各種不同的捕捉的結果 另外一邊呢是肉部啊就是月 所以它是時間跟你的收穫之間整合 有點像是一整年到了蠟月 最後的這個30天的時候呢 你就是把一整年東西開始要做一個結束了 再做一個結尾 但是辣這個東西呢 它又非常的有趣 它主要出現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個平常的時候是非常肥沃的地方 然後呢 到了蠟月的時候 它又興起了一陣非常特殊的冷風 那這樣子的環境呢 就造就了非常大的氣候的對比 所以讓戶外的一些生肉 自然而然的呢就產生 風乾 風乾 甚至局部發酵 甚至脂肪氧化的一種化學反應 就產生出了辣味 所以他們經常在年底的時候 在傳統的中國的文化裡面 會把很多的材料在蠟月開始做辣味 那開始做辣味呢 它的做法就非常非常的多了 那以湖南而言 剛剛講到湖南 那湖南這地方 它也是一個多神的地方 那有很多我們南越的宗教啊 實際上它的起源地都跟湖南啦 福建啦 廣東啦 廣西跑不掉 那這個地方呢 有趣的是湖南它本身 我們經常講說 湖南辣肉是最辣的 因為湖南人不怕辣 但是嚴格來講 辣椒這件事情是到明朝前後 才傳入到中國的 所以以前湖南的辣肉 也是不辣的 是不是有辣 我們就不知道了 但是湖南這個地方 本來就是非常肥沃的一片土壤跟這個湖 那這些肉呢 在湖南這個地方 也多潮濕 所以才會長辣椒嘛 但多潮濕的地方 你要怎麼樣讓一個東西不會腐敗 對啊 就必須要用燻的方式 湖南的辣肉要燻 湖南辣肉要燻 而且湖南辣肉 而且辣 最大塊的 最大塊的 大概 甚至兩公斤 大塊 那麼大一塊的湖南辣肉 它也是最肥的是嗎 也用的是最肥的 那在這個最大塊跟燻的過程裡面呢 它的脂肪就會呈現出非常漂亮的金黃 褐色 有點像是黃金紅的概念 所以非常的亮麗的 這個就是湖南的 這個偏合金色的湖南辣肉 需要先抹鹽嗎 當然 醃漬這個肉的做法 當然會抹鹽 大料 然後甚至還會放一些料酒 不過這個放料酒的這件事情 在很多的辣肉裡面都有 四川 但是我們往北稍微走一下 這個燻的這個方式呢 在四川也有 但是湖南的辣肉是重複的燻 重複的沉 但是呢 在四川做辣肉的方式呢 就非常的有四川特色了 四川產很多的花椒 四川還產什麼 自貢產鹽 所以他們把鹽鹽 花椒 花椒籽 花椒末 甚至花椒葉 下去拌 跟鹽下去炒 炒完了之後呢 把生肉啊 這個洗乾淨之後 把它表面的水弄完了之後 接著就放到鹽裡面下去裹 來來回回 它會做到六到八天 它的水都出光了之後 對 出水 出光之後呢 它呢 就會把它掛在這個廚房的樑上面 讓這個點燥火的時候呢 那個煙啊 慢慢的自然的風乾 跟這個湖南人呢 特別用木頭 砸的這個果殼 這些東西下去燻出煙來 很明顯 可以看到這個環境的濕度的不同 那這樣子四川人吃的 就應該就是成辣了 因為它如果要慢慢燻 慢慢燻的話 但是湖南跟四川 都有吃成辣的概念 那但是以燻的程度來講呢 湖南臘肉呢 它是比較重燻的 但是在四川呢 它就是有點接近 自然風乾 它燻的過程是 有燻到沒燻到 無所謂 只是一個定色而已 那只是讓這個 有一點點碳的味道 在表面 為什麼 稍微燻過 就像殺菌一樣 那個碳呢 會產生非常細的顆粒 會吸水 也會讓這個細菌 沒有辦法帶在上面 那你這個東西呢 就看到湖南 跟這個四川中間的 這個地方叫貴州 貴州就很有趣了 貴州它們的臘肉呢 就是也是有燻的 但是它們也有 沒有燻的臘肉 就是用風乾的邏輯去做 所以你會看到 貴州就剛好介於 湖南跟四川之間 所以四川臘肉 某種程度 它是風乾型的臘肉 但是以花椒 香料 葉鹽為主的東西 好 這兩個地方的 另外一個三角形的 另外一個頂點 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 廣東省 講廣東之前 因為你講那麼多 我覺得大家聽的口水 都要流下來了 那反正對於 臘肉的料理 大家印象最深刻 最簡單 家裡都會做 就要炒臘肉 是 對 我們就要帶大家去 嘗一嘗大陸各地的炒臘肉 到底是怎麼個炒飯 我們回來再繼續聊 腊肉食用前要先用炭火燒皮 然後用桃米水吸精 將臘肉和蘿蔔乾一起炒 是苗家最常見的食用方法之一 在廣東省這個地方 其實臘肉非常有名 好像在臺灣還有所謂的臘味飯 可是我一直覺得 很好奇的地方就是 豬三角這個地方其實很潮濕 是 所以它這個豬肉怎麼處理 它不乾燥啊 好 豬三角這個地方 最精彩的呢 並不是它環境的濕度 是它的珠江河口的開闊度 所以你會發現在中山 小懶 順的 黃埔這個地方 就是沿著河 沿著江 一路進來的 這地方呢 到了蠟月的時候 風特別大 風特別大 風就特別強 所以很有趣啊 我們看到四川 很多的臘肉呢 他們還有炭火廚房這樣子做 但是你跑到了嶺南 湖南也是一樣也是森林裡面 或者是在村子裡面是有這些環境 但到嶺南的時候呢 就相對的土地的使用就沒有像是湖南跟四川那麼的便宜 它土地貴嘛 人就密度高 所以反而是家家戶戶啊 到了蠟月的時候都會自己做蠟肉 它呢就是取這個蠟月的這一陣風 那這個涼涼帶走水分的風 就會沿著這個河口一路走 那沿著這個海口河口一路走啦 因為它實際上腹地非常的大嘛 所以像是剛剛講到那個蠟肉飯 包仔飯 對 順德做蠟肉也是非常出名的 對 那為什麼整個地方廣東的蠟肉這麼出名 而且經常拿來入菜 幾乎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廣市蠟肉菜 對 對不對 但是反而四川蠟肉就只有可能過年的時候才會吃 湖南也是一樣 好 那原因很簡單 它做出來的蠟肉呢 它本身是沒有燻的 實際上它是風乾型的蠟肉 那風乾型的蠟肉呢 它反而就用了酒 用了糖 用了鹽下去做 用了醬下去做它 那這個醬呢 做到這個蠟肉風乾 只是完全在脂肪上的比例的不同 你會突然發現 我們剛剛看湖南那個肥油非常的多 一刀下去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是油啊 用五花南為主 但是很多的廣東的蠟肉呢 用的五花相對肉的瘦的比例相對的多 油的比例相對的少 所以大部分的廣東做蠟肉呢 完全取的就是肉醬 酒的甜香味 所以是風乾肉 有點像是肉乾的概念 那它是甜的 所以很容易配飯 入菜 尤其甚至湖南跟這個廣東 他們在蠟肉上的區隔 很明顯的就是肉一個是甜的 一個是蜜甜香氣 另外一個呢就是紅油辣氣 對 辣辣麻麻 是 就完全不一樣 這種古法製成的辣味 其實是一種時間的滋味 廣告之後回來我們再帶大家去品嚐 非常經典的辣味料理 南方的天氣和水土都和北方大不相同 因此南方人儲存食物的方法 以及他們所迷戀的滋味 也和北方迥然相逸 辣味是南方人在入冬後傳統的必備美食 制造辣味的初衷 是為了能在南方的濕熱天氣裡 更好地儲存那些容易腐敗變質的新鮮肉類 如今辣味既能成為家常小菜 也能登大雅之堂 正宗的包仔飯 最好是用收穫後三至九個月的半新米 還必須用瓦包來做成器 生米煮猛火燒 包熟後再轉到炭爐上慢慢烘 讓藏在辣味裡的肉汁完全滲入米飯 溫暖香糯的包仔飯 一直是最適合冬天的美味 我們剛剛看這個畫面 就是這種辣肉 包仔飯 特別是它那個香味浸到這個米 米飯裡面在蒸把它味道蒸出來 對 沒錯 那麼我們剛剛還有一個好像沒有聊 就是那個曲辣 曲辣是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 彎曲的曲嘛 對 彎曲的曲 那這個實際上是廣東 他們用剛剛講到了 傳統我們看到廣東的這個辣 肉的比例跟油的比例 實際上不像是湖南的那麼重 但是呢 肉還是有三層肉 肥肉 那肥肉的比例較高的時候呢 它整條放在竹桿子上面亮 亮的時候呢 肉就會垮下去 就像是一條蛇一樣 就變成像是彎彎曲曲的辣肉 而不是直的辣肉 那為什麼我覺得曲辣好吃 但曲辣現在在廣東吃到的機會也不多了 那有一些鄉村會做 但是好吃的原因呢 是因為如果是單一的辣肉 它本身的皮跟油實際上是直條的 你一刀一刀下去 最多那油稍微脆一點而已 然後皮稍微韌一點 但是曲辣的時候呢 它的一部分的皮是彎的 一部分的皮是擠在一起的 所以有緊有鬆 就吃起來口感會不一樣 所以它吃的皮呢 就會有多層次的彈性 然後整個口感是不一樣的 我看過鞠村媽媽就在做 她把它晾在那個曬衣架上面 就是曲辣的做法 對 所以這個這樣子的這個做法出來呢 它的油的香味就更加的複雜 就不是只是很單一的就是油香而已 它會有一些 我應該講說一些脂肪氧化的 不同的層次的味道 這就是曲辣的精彩 湖南這邊好像還有一個叫什麼 辣味和珍 是是是 辣味和珍實際上有它的典故的啦 曾經是在湖南有一個小館子 然後那個老闆呢 後來生意不好 然後就變成了乞丐 後來有一天呢 他呢就在一個富裕人家的這個庭院裡面 然後被人家幫忙 那他呢當時呢就起了毒火 然後把辣味幾種 就是殘餘在吃完的 剩下的這個邊邊的不漂亮 不能放上檯面的這個辣味 一起下去併在一起 因為肚子餓嘛 就下去 下去直接蒸 一蒸出來之後 幾種辣味合在一起 它就變得很精彩 辣味和珍 經常蒸什麼呢 辣腸 辣肉 辣舌頭 豬舌頭 豬舌頭 辣過的豬舌頭 甚至辣鴨 甚至辣魚 那都經常放在一起下去蒸 所以透過辣味的油跟辣氣 把整個東西勻的揉在一起 那這跟包仔飯有什麼不一樣 包仔飯也是生米 然後上面放一些辣味下去煮啊 好 差別的地方呢 辣味合珍本身 它是一道菜 它本身你吃的時候還要配飯 包仔飯 飯本身反而變成了精彩 包仔飯 它會吸 辣味裡的油 所以我們經常吃包仔飯會用辣腸 跟辣肝腸 肝腸就是加上雞肝 放到辣腸裡面 跟肉一起做出來的香腸 然後再下去辣 所以辣肝腸有辣肝腸的肝甜香氣 肝 豬肝 雞肝的肝甜香氣 然後辣腸呢 則是有酒肉香氣 所以這兩個合在一起的味道呢 米飯就成了是畫布 那留白跟層次 加上那個有一點 我們講肝 就是那種硬硬的那個米康麗 那個脆度跟米之間 就呈現了另外一個精彩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辣肉一般在台灣習慣都是用炒的 是 那好像還有切片沾醬 對對對 這個福建嶺南 浙江這一代 還很喜歡用很好的白醋 沾白醋吃啊 加上白糖 就是肉呢 就是沾醋跟糖一起吃 那有時候會再加上一些蒜苗 大蒜大蔥切薄薄的 為什麼這樣吃呢 因為蒜本身去掉一些肉的成味之外 但是有趣的是那個醋 會把肉的脂肪 給它做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稀釋 所以那個油就不膩了 但那個糖呢 又剛好跟這個南方的辣味會互相的呼應 所以這個還是以南方的辣腸 辣肉為核心 所以不宜拿四川的辣肉來用這樣子 蘸糖吃或蘸白醋吃 四川的辣肉 花椒的香味比較重 還是可以 但是湖南的味道 可能那個辣度 就大家要稍微心裡有點準備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在貴州有時候 就直接拿來配酒 就乾切辣肉配酒 那有時候辣肉啊 我們經常講說 沉到三年的時候 辣肉或火腿 這些就可以直接生吃了 但是沒有到三年就已經不能 對 要三年的時間才能夠熟成了 才能夠拿來這樣直接生吃 那配很好的茅台 或者是中國白酒 那個就像是這個 這個有點像西 帕瑪這個西班牙 意大利的那種 對 那種乾的帕瑪 或者是Iberico 這種東西的那種味道 實際上這樣子的風格 都是一種非常精彩的菜肴 但是呢 講到辣肉 我個人最愛的呢 就是 茶酸辣 喔 酸辣 蒜苔 對 就是蒜苔 蒜苗花 蒜苔花本身在這個季節 剛剛好 它會非常的嫩 而且清甜 那跟辣肉下去炒的時候 辣肉種鹹嘛 種鹹呢 它蒜苗之外 有時候還是會加一些蒜頭在裡面 對 所以是兩種程度的蒜 再加上兩種質地的辣肉 為什麼會兩種質地 有油 有肉 喔 所以它那個層次在口中 就是四五個層次 非常豐富的 然後辣本身的糖跟香味 又會被蒜苗給帶出來 嗯 不同地方的辣肉 它製成不一樣嗎 是 那它料理上面要有不同的料理方法 才能引出它的美味嗎 呃 辣肉剛剛講的這幾種方法 都是 通用的 都是通用的 但是 辣肉本身它就 重鹹 重香 所以經常拿來做菜的菜底 嗯 做的菜底呢 像是 剛剛看到的炒飯 普通的油 就只有油的香味 嗯 加了辣味之後呢 它這個整個油的厚度 就會出來了 你只要不要過了頭 或者是你裡面有相對應的材料 可以把那個油的 好味 或是成味 進行一個均衡 做出來的味道就很棒了 嗯 所以辣味真正在料理裡面 呃 並沒有所謂的 東南西北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形式 只是它的 它的材料的口味上的不同 那 我們今天講的辣 不一定是只有辣肉啊 光是白米飯加上辣鴨去蒸 嗯 好吃的不得了 對 為什麼 因為辣鴨的脂肪 有辣鴨的皮 辣鴨的油 跟辣鴨的肉 所以跟包仔飯的概念 是很接近的 但是包仔飯很嚴格 就是兩種辣腸 只能那兩種 只能那兩種辣腸 然後最後的蔬菜呢 就是最後再補上了 所以 我們今天在吃辣肉啊 在台灣呢 我們還有用什麼 經常大家會在 廣市料理裡面 我們會看到 用辣肉下去 切成剁碎末丁 下去呢 蒸蘿蔔糕 哦 辣味蘿蔔糕 對 蘿蔔糕 這是廣東很經常吃到的 一種做法 那個辣味會讓 蘿蔔糕的油啊 變得豐富 而不會這麼的單一 這麼的無趣 那再來呢 整個的辣味的運作啊 我心目中認為 你就是要把那個 陳年的風味 含在嘴巴裡面 還有淡淡的魚香 殘魚的香味 而不是那種 不好的油耗香 那可能做的時候 那個肉啊 就碰了水了 不好了 換句話說 時間的味道要慢慢品嘗 不要胡倫吞爪 把它全部吃下去 是的 那就可惜了 答對了 就是要這樣吃 就這個辣肉的料理 真的是各有不同 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再繼續吃 辣肉是過去 在沒有冰箱的時代的 一種產物 沒有想到 也能變成 另外一種美味 除了豬肉之外 其實好多食材 都可以做成辣味 網友就問喔 他說鴨賞 跟精華火腿 也算辣肉嗎 學生 算嗎 嚴格來說 辣月做的東西 才叫辣肉 或叫辣味 因為這是時間 給的一個特色 對 但是現在 鴨賞 跟精華火腿 開始商業性運作 而且精華火腿實際上 幾乎一年四季都在做 那當然他們還是有 非常好的季節 取春後秋後的東西來做 但是嚴格來說 辣味就是要辣月 開始做的東西 但是鴨賞也好 或者是 我們講的精華火腿 甚至說雲南的宣威火腿 甚至說 我們講到辣排骨 我們之前有聊到 非常特殊的辣鴨 辣魚 辣魚 湖南的辣魚 這些材料呢 它的辣味的形式 在所有的味道裡面 都跑不掉 鹽 因為防腐嘛 對 再來就是 脂肪成熟的成味 最後一個呢 就剛剛講到了 這個廣東的這個 有甜的味道 剛剛講到這個鴨賞 用甘蔗下去燻 也是有甜的味道 所以是甘蔗的甜香氣 對不對 然後你今天去看湖南的是 脂肪產生出來的甜香氣 那湖南的臘肉呢 它實際上有時候 他們還會把一些柑橘啊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這種 果核類的皮 或者是材料丟進去 一起下去燻 或者是創造出一種味道 實際上花椒裡面 你直接吃 你是可以吃得到檸檬香氣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你就會發現 檸檬都可以讓脂肪的味道下降 熏蒸可以讓脂肪的油膩度 減少 減少 糖可以讓脂肪的油膩度 變得更順口 然後中間呢 再搭配各種不同的辛香料 或是有酸度的 像醋啦 或者是像蒜苔啦 辛香料啦 或者是米飯啦 就是西式這麼重的 鹽跟肉的成味 所以你只要抓到這幾個原則 那當然啦 不管是炒蘿蔔乾也好 炒各種不同的蔬菜也好 甚至是完全是拿來做辣味飯 對 照著這個角度來做 你就沒錯了 學生如果我們想學像老外這樣 是 你們吃火腿 那我們就吃這個辣肉切片 配酒 那要配什麼酒 我們如果看義大利的辣場 沙拉米 不管用純黑小豬肉 或者是這個牛肉跟豬肉 合在一起的 或者是我們講的風乾形式的辣腸 他們有幾個原則 我們要用辣肉來做是可以 一 要切得非常的薄 第二個熟成的時間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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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薄加上這個 因為中國人的辣肉 下了糖跟酒在裡面的形式 就是我會建議配白酒 那如果配紅酒的話呢 它本身的那個脂肪的比例 要做得更均衡 所以會發現沙拉米裡面的脂肪 是剁碎的 對 它不是一塊 對 所以你要吃的時候呢 要把它脂肪 就是辣肉的那個肥油 切少一點 要不然的話你滿嘴的就是一塊 咬不掉 凝不了 溶不了的油丁 配紅酒 那就很奇怪了 所以如果要配紅酒的話 那個油就要小小的 肉要多一點 那白酒您指的是白葡萄酒 還是指我們講白乾啊 中國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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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米酒可以嗎 可以可以 米酒頭 米酒頭啊 至少要25度以上 因為它才能夠讓脂肪溶解 所以你吃起來之後 你才會覺得那個油的香氣 當然不是完全融化 但那個油的香氣跟酒可以接起來 鼻香呢 就串有辣的成形 這樣就很簡單 他們才可以融在一起 對 這個大陸各省的辣酥風味 都不一樣的代表著 我們老祖賢 因地自已全用食材的生活智慧 辣味不管有多美味 大家都不要吃太多 這邊讓我謝謝雪震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繼續大饒還吃 阿咨 吃 阿咨 辣 的